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相融合的一种模式 也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边玩边赚 从内部结构上说 GameFi的游戏规则和道具衍生品 实际上就是建立在DeFi逻辑基础上的NFT产品运行方式 GameFi是将去中心化的金融产品通过游戏的方式呈现 把DeFi的规则游戏化 用户资产不仅可以作为游戏中的装备或工具 反过来用户还可以参与游戏的过程中 获得收益及奖励 资产不只是单纯的资产 更是在游戏中升值流通 但是说它彻底俘获游戏玩家的心 还要从它的特点上看 首先呢 GameFi给玩家带来的是公平参与游戏的机会 完美地避开传统游戏领域 由人民币玩家所发生的不公平现象 另外 以太坊公斤性能的持续升级 L2网络等陆续出现 一方面缓解了游戏拥堵问题 另一方面降低了Gas费用 对于GameFi初期娱乐性 较为缺乏的状况 也会有所改观 最后啊 就是风险小 国家建制炒币 首要问题就是风险高 资源浪费 但是对于游戏来说 这个风险是一般人都可以承受的 资源问题更是微乎其微 但是GameFi现状究竟是如何呢 这个我们下期继续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对区块链 对GameFi感兴趣的话 就在评论区下方留言点赞 持续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Gam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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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Fi